好,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那我们在上一个单元有学到利用拖曳的方式去使这个角色可以做一个移动 但是如果说我们希望移动的时候,这个角色以一个比较正确方向的一个图像去去显示它的一个移动方式 比方说我们在Animator,这边我已经绘制好一个鬼魂,这个鬼魂右边这个是它正常面向我们的一个状态 左边是我希望它向左移动的时候是以这个状态去做一个呈现,那我这边已经在Animator已经画好了 那一样如果老师同学,你们要在其他软体绘制也可以,那我这边也是一样 要在Photoshop去做这个角色的结构 好,那我这边先把这个正面这个预设状态把它做一个复制 好,到Photoshop这边切换过来,我开一个新的档案 我先设500乘以500 然后产生一个新的图层,这个背景白色图层把它删除 好,这个把我们刚刚的复制的这个图形在Forgel这边贴上 我贴上之后,这边有超出来,所以我的尺寸还不够 我再变大一点 反面尺寸 我们设 大概 650像素 高度 然后宽的话是500 好了,接下来 我这边 产生 两个群组就可以了 最上面这个群组就是这个圆件的名称 那我一样 直接产生一个Pulse,一个加号 让它可以有独立的运动 然后这边我名字就叫鬼魂,Ghost 然后下面这个群组把它拖曳到Ghost这个群组来 这个群组名称就叫做Head 这个我们就不用Body 因为我没有要它做什么复杂的动作 好,这个图层仪把它拖曳到 那个Head群组来 这个 好,这个是我希望它预设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叫Default 好,之后我们再产生一个新的图层 确定是在Head这边 我们叫Left 好 好,那我们就回到Animator这边 选择这个向左 就这个鬼魂来说它应该是向右 但就我们画面来说我们是向左 我这边自己容易擠得出就可以了 然后执行复制的动作 到Photoshop这边我们贴上 贴上之后 你可以稍微按方向键做一个微调 它的位置 好 好,之后我们就把这个档案存档 存在哪里自己要记得 我就叫Ghost 存在我的元件库里面 好,那我们到Coreter这边 我们就读入刚刚的那个PSD档 读进来之后我们先在场景这边 我们先把颜色变成黑色 因为这个是鬼魂 所以我们不要用预设的白色 所以我们用黑色 但你也可以再画一个黑色的一个 类似一个粉厂的一个图档 读进来也可以 那这边我们就不做这么复杂 把这个把它 那个加入到 加入到场景里面 我今天 没有带滑鼠 所以不是很好用 好,拖椅过来 拖椅过来你就发觉 我觉得它是正面跟侧面状态都存在 没有关系 我们继续 好,那我们这边就一个一个来 从最上层 这一个 Ghost 这一个群组 我们先给它一个功能 是上一个单元所学的 Dragable 这个指令把它启动 好,回到场景测试一下 先确定它有没有拖椅功能 好,我们这时候拖椅 看看 它就可以 任意移动 跟我们上个单元一样 这样 接下来我们就希望 左边的 向左跑的 这个鬼魂 它一开始不要出现 它是透过一个 特定的一个事件 它触动它才出现 那我们这个 这个单元要学就是这个 新的一个事件 一个行为 所以我们这边 回到Ghost 这边 好,我们选择 Head的这个群组 在Head的这个群组里面 我们给它一个行为 叫Motion Trigger 就是透过这个 Motion就是移动的这个事件去 去触动 那你要触动这个群组的什么 图层 哪一个图层去 去出现 这时候我们选择 左边这个图层 left的这个图层 然后Motion Trigger 这边选择 这边有个 moving left 向左 这样就好 好了,这时候回到 场景 我们就可以测试 你看 向左的那个图层就不见了 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就是我们 按住拖移的时候 因为它是向左 你会发现 按住向右的时候 它是不会出现 除非我是 按住向左的时候 它才会出现 好,但 它也蛮有趣的 除了这个方式之外 我 我头向 这个方向摆的时候 其实它也会出现 那我们这边整个再讲一次 就是 就第一层 Ghost 最上面这一层的话 是给它 产生一个 Dragable的一个 行为 接下来 Head这个群组 我们去产生一个 Motion Trigger的 的一个行为 那 透过这个Motion Trigger 去告诉说 我这一个 移动的这一个 次键触动 要触动到这个Head 这个群组的哪一个图层 我们再选择 Left 这个图层 然后我们选择向左的 Motion Trigger 这个向左的 这一个 这个指令 好了之后 回到场景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 按住我们向左的话 它就会 以Left 那个图层 来做出现 那我们这个单元就 讲到这边